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就染白了也挺时尚 为什么你说他是中国人 但是是我们派到日本的 为什么你说你是日本80后 因为我是1988年去日本的 所以从日本来说我就是日本80后 中日80后 今天要谈谈现在无比敏感的一个问题 李老师是在日本你是搞文学多一些 文学和出版 文学出版 但是也应该有一个敏锐的眼睛 9月7号钓鱼岛这个事争端发生的时候 你人还在日本 还在日本 当时有什么印象 当时在电视上看见那个撞船 因为日本就演了 电视上演出了 然后当时用这词演出了 演戏的吗 播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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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还记得 哎呦 这个船长很厉害啊 居然敢撞那么大的船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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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詹骑兄 咱们可以看看 哎 你们方面终于放我们船长回来了 敢不放吗 你想我们船长 这胜利的姿势 就是民族英雄 哎 贾腾 我首先要请贾腾现场报道一下 你是刚刚今天刚才飞回北京 他在中国也算有名气的年轻人 这一路上回来到我们录影现场 有什么遭遇跟我说 这个呢 我对 我刚从澳洲回到北京 然后从那机场坐地铁 然后在地铁里有一些愤亲 围攻大概五六个人左右 然后北京地铁10号线 他说 贾腾你回来了 你怎么知道我回来了 是吧 看到人在看我的微博 然后就是他回来了 然后你怎么看掉鱼岛事件 我说 哎哟 这个年轻人非常关注这个问题 但我说现在这个公共场合不太好 然后围攻 是吧 对 动作 有动作 有动作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可能在澳洲的时候 只能看着网上的一些评论 但我回到这个国内之后 确实感觉到这个形势非常的严峻 我真的有点不好过 包括我的一些新书的 比如说推广的活动 我本来应该是在武汉的 按道理 是吧 那我就取消了 取消了 所以幸亏能来到演播室 好家伙 日本人现在不能露面了 是吧 出息人人喊打 对 所以可能确实感到了一定的压力 这毕竟政策 日本政策又不是你制定的 对 人家说 这个你怎么回事 是吧 你怎么抓人 怎么逮捕 怎么这么晚放人 我说这个这个不是我决定的 这个应该问你建制人 建制人 建制人 对 但我解的关键还是因为他是名人 如果一个普通的日本 大家看不出来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 现在是日本符号 他们刚才给我看一照片 说是中关村哪 都贴出一个标语 说谁要是买日货 那明天开到中国的日本坦克 就是你赞助的 好像 一致日货 这就又开始了 对 而且我觉得 刚才我想问问你 这个建制人 不是加藤 加一 我把你当个建制人的代表 加藤 你作为一个日本人 你看到我们的船长 这样回来 因为我知道就他这个首饰 我看了日本那个新闻报道 说在日本国内 日本国民看了就很被激怒 对 那你怎么看 当然那是新华社发的 这个就是一个官方的一个 这么一个姿态 那我们胜利了 都胜利了 外交胜利 确实我们这次处理这个问题的过程当中 处理的很不一贯 不连贯 比如说日本一方面主张 我们是依法治国 司法程序是独立的 但后来最后24号放人的时候 纳霸就是冲绳的 一个地方的检察官 谈到中日关系 那考虑到了一个外交的这么一个关系 这点已经表明这是政治 外交已经刚下了司法 什么纳霸 纳霸说什么 就是纳霸的检察官 他说我最后决定放人 是考虑到中日关系很重要 但一般来讲是不会这样说的 按日本官方的说法 我们的司法是独立的 不受政治家外交部这些的干预的 我们是独立做出判断 但后来那等于做了一个很大的妥协 这个很多日本国民国内的民众 也非常的不满 那至于这个那肯定 那日本可能这个处理的很不妥当 那中方民众分清同志们 都高兴 特别的牛逼 然后他也很愚民 这个所以我只能看到那之后 看两个关系以后很不好处理 那李先生你怎么看这事 我对整个过程实际没有太注意 对我觉得现在从现在这个国 结果就是趋向已解决 还没有最后解决 趋向已解决 我觉得还是现在流行的说法吧 双赢 中国就是这个船长被放回来 作为中国网民觉得是中国政府施压 压服了日本 而日本实际上也是等于向世界宣誓的 它在钓鱼岛在它的掌控之中 其实双方都是有 您讲 这双方其实都有各自的赢的一方面 至于最后解决怎么解决呢 我觉得因为过去不是有说融兵之旅吗 融兵 融兵 这是一个很深刻的暗语 因为兵能化为水能融为水 那么水还会再解决于兵 所以就这种会这么反反复复 现在这个我听说上海的娱乐场所 日本人少了一半 就是在中国的日本人 还真的就不大敢出去玩了 不敢去了 在日本的中国人最近处境如何呢 有没有感受到日本人的压力呢 我觉得没有 可能有两方面 第一方面我们不是名人 所以呢 不是家长 对 我们在正常生活中 也一般不会有什么干扰 另一方面呢 怎么说呢 日本一般的平民百姓 好像还是比较温和理智的 长得差不多 对 您放日本人也看不出来 对 有些是日本80后 所以很多东西实际上都媒体 或者说煽动也好 对 所以我就不太了解日本人 日本人一般的平民 他对政治的这种投入 是不是这种同仇敌忾 好像日本齐齿大乳 国民性的 有没有这种感觉呢 我不大有 因为日本人好像没有你们都要关心国家大事的这种感觉 大家还更多关心 各忙各的 各忙各的 是 但可能这次的话 就是这个日本的媒体天天头条报道 封面报道 所以我也很多的日本的 包括日本的80后 包括您80后 确实非常的关注 平时不怎么关注中日关系的 因为比如说我们的游客 比如说日本的大学生 1000个大学生本来要去上海世博的取消了 种种活动都往后延期 那这样的情况下民众确实意识到 中日关系对我们的生活有巨大的影响 所以我觉得包括我本人 那确实对我的现在的北京的生活有一定的影响 说实话 我也比较害怕 怕有人袭击你吗 不是已经被围攻吗 已经被围攻了 对 而不仅一次了 对 那你回国帮我们说说话 我都不知道 你方便透露吗 你自己对这事钓鱼岛的争端 你怎么看呢 当然这个事情 本来就是说那块地方 是在两国之间是有一定的争议的 那就是说原来这个中国也好 日本也好 那是原来邓小平 显然说的搁置争议 搁置政策 本身有可能被搁置了 所以可能现在这次 看到日本可能就是说抓人逮捕 不管他的过程是什么样子的 那触动了中国的神经 应该说打破了中方的底线 所以中方这次千万不能够妥协 温家宝总理在纽约说这个是我们是不能妥协的 外交部还继续要求日本赔偿道歉 人家才没像是咱们的人 所以就是说这样的情况来看 那这是我从一个中国的地产来看 这肯定是中方是不能原谅的 那从一个日本的角度来看 当然我们也是 那我们的外交部跟这个美国 我们是日美同盟 其实这个地方 那我们说也是日美安保条约 是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内 所以美国也帮我们说 但是这次日本的兼职人政府 接下来要面临巨大的国内压力 国内压力你看哈咱们可以看看 就我们船长放回来啊 在日本的这个媒体上 日本政治家 他们就觉得挫败感很强 这是前所未有的外交败北 还有这个安全事务专家什么港本行夫 说无可否认这将让人们产生这样一种印象 日本面对压力脆弱不堪 然后还说中国船长释放轻率的外交 迫不得已的政治判断 这是朝日新闻 日本经济新闻呢 毫无道理的船长释放 调整外交政策迫在眉睫 毅力就是说 独卖新闻讲是非常不寻常的 简方对外交的妥协吗 这是政治决断吗 哎这方面咱广告之后啊 接着聊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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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